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码头集装箱运来一批会发光的小药丸 免费拿给小婚婚们去售卖 之后911中心就收到各种报警电话 城市出现很多怪异的事 小黑妞胖鸭为了补贴家用 也干起了卖药的勾当 他的警察朋友英俊用一辆旧摩托 从他这儿换走了一片小药丸 周年男人建国敲开药饭的房门 被趴在里面的宠物鳄鱼吓了一跳 建国想查出这些小药丸的供货商 没想大动干戈 可入了虎穴怎可能全身而退 药饭吞下一颗小药丸立马全身着火 这是让人拥有超能力的超能药 他冲出来跟建国扭打在一起 并将剩下三颗超能药也吞了下去 不一会儿就因为过量而爆炸了 市区银行发生抢劫 多名人质被劫持 英俊吞下超能药从后门前入 劫匪像变色龙一样 可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两人吃了不同的效果的超能药 英俊可以自愈 即使挨枪子也毫发无伤 但药效仅有五分钟 时间一到就都扁回常人 英俊即使抓住了劫匪 也因为私自吃药被警局老大训斥 老大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让他去抓建国 情报说建国是超能药的源头 而另一边的建国也在找源头 警察的消息不准啊 建国拿着从药饭那里顺来的手机 把胖鸭引了出来 胖鸭被锁在卡车后面 带到桥下盘问 此时真正的源头正在与跨国公司做大买卖 胖鸭被建国逼着给药饭打电话 药饭让胖鸭去超市 静止走到最后 问售货员有没有饿于酒 随即被带到后面 建国一个没注意跟丢了 胖鸭跟对方说建国在找他们 对方立马吞下一片超能药 出门揍建国 结果四个人都被建国放倒 拖着受伤的肩膀 建国查到药里有芯片 每个吃过的人都被监视了 他们都是实验对象小白鼠 胖鸭吓坏了 扭头就跑 差点被人杀掉 建国为了救胖鸭受伤昏了过去 胖鸭把建国弄到宠物医院处理伤口 超能药母公司完美真理 跑到胖鸭妈家搜人 被英俊撞上 英俊假扮成吃软饭的小白脸 耍了个小聪明赶走对方 并将定位系统粘到对方的车后 一路尾随 完美真理是美国国防承包商 破解遗传密码之后 抓了一些受过训练的游兵 用辐射搞乱对方基因 让他们拥有超能力 建国就是其中一个 建国逃出来几年后结婚生子 女儿出生就与众不同 显出异于常人的身体素质 完美真理得知这个消息 抓走了建国的女儿 建国混进完美真理的地下商品展销会 瘦子负责人正在给大客户一姐推荐小药丸 吹嘘的天花烂坠 说自己的药丸将会从五分钟的功效提高到永久 一姐拆台说 药丸不稳定会致死啊 瘦子赶忙转移话题 展示他们的草乡中的新发明 美女被锁进去 吞下一颗超能药 体温瞬间下降 像冰雪奇缘一样碰哪儿哪结冰 就差高尚一手 Let it go了 建国那么大的男人 在屋里站了半天都没发现 此时又冲动地让自己陷入被包围的境地 打手吞下药丸 混想开打 但当场就爆炸了 一姐的人趁乱想抢走超能药 双方交火 草乡中的冰雪女王也不好使了 自己冻成了冰雕 瘦子供出所有药物试验 都在一艘叫创世纪的船上进行 英俊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搅局 分不清好坏人 智商赶人 这就给了瘦子机会吞药 竟然变成了绿巨人 就不能有点原创精神吗 建国点燃走廊的依然气体 将绿巨人炸飞 英俊给建国靠上手铐 不顾胖压阻拦坚持要压走 路上建国告诉英俊 你的上司早已经被买通 他们会杀了你再带走我 一番苦口婆心的感化 英俊决定和建国站到统一战线 建国故意让对方抓走自己 好上船找女儿 英俊吞下自愈超能药 装死潜入保安室 胖压死活要跟着凑热闹 没见过这么烦人的小孩 除了放哨也干不了别的事 二压就在控制室给英俊开舱门 发现监控中出现建国女儿的身影 英俊被人阻击 来着灵活的像蛇一样 身上骨头可以随意弯曲延长 英俊就利用这个把对方卡在门两边 大壮吃了大力超能药 几拳打烂了控制室的家后门 胖压仗着小小灵活 从逃生舱钻了出去 女老板命令大壮去干掉建国 英俊又准时出现 把枪扔给建国 大壮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胖压顺着各种小道 钻到关建国女儿的房间 被当成实验品的小可怜 浑身都是切口 精神状态非常糟糕 船已经全速驶离码头 建国等在事先约好的会合地点船头 胖压带着女儿出现了 建国又惊又喜 赶快拉着大家逃走 途中遭到阻击 杀手从骨头里找出武器 坚硬到可以切断猎枪 建国拖住刀臂男 掩护其他人上救生艇 烫压完成了一次神助攻 建国趁机用刀臂的武器 刺向他自己的身体 眼看就要成功逃脱 烫压被抓住 逼建国现身 五个狙击手对准建国 建国吞下还在嘴里的最后一个超能药 瞬间产生冲击波 连枪子都无法靠近 坏人都被冲击波摧毁 只留下好人 冲击波还挺懂事 建国女儿拥有治愈超能力 她把手伸向奄奄奄奄奄的爸爸 结果当然是救活了 英俊开着救生艇返航 整个城市回归平静 看完只想说 这却反派太弱了吧 下期想看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